今天我們拍的是亮了這首歌的MV 這首歌的意境 完全是我本人的真人真事沒有改變 就是真人真事 我覺得不僅是我開始從事演藝圈的行業 也是我覺得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定都會有一個撞牆期 也會覺得說 我很有潛力啊 為什麼發揮不出來 或是為什麼別人看不到 或是那種沒有方向的感覺 那就十幾年來 然後也曾經自我感覺良好 曾經自己被自己打敗 或者是接受很多輿論壓力等等的 然後到今天覺得 走到一個位置自己是覺得很從容的 然後也很幸運的可以受到一些人的支持和喜愛 這整個從黑暗被困住到看見光透進來的這個過程 我現在變得亮了 有缺口的時間 光線變得亮了 不強求 不許願 原來的快樂 愛來了 霧散了 心也亮了 會不變的 又很無聊 不許 其實這樣一個故性對我來講 其實這樣一個故性對我來說算比較輕鬆 因為就好像演員拿到一個好的劇本 你就可以相信這個故事 你就可以直接順著那個故事哭出來 這一個就對我來講又更自然了 因為這故事是真的 很多的過去發生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 其實沒有必要再去糾結 但我倒覺得說不需要把它丟掉 因為這些眼淚其實都是很重要的養分 讓我可以更能夠去體諒別人的很多的辛苦 或者是在我的表演上變成一種包容性 就不會的這麼直觀 或是不會說這麼沒有層次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過度光明和樂觀 也是讓人反正覺得不是那麼真實 對於過去的故事也可以大家出來聊 人次該放下的時候可以放下 這樣的狀態其實是覺得蠻好的 所以那個導演是一個非常紅的導演嘛 而且其實他已經紅很久了 也不是說才紅一兩年 但是久不過我上一次發片 哈哈 所以我上一次發片是 可能十二或十三年前 導演那時候可能已經發跡了 但是我可能就跟他擦身而過了 就是沒有真的跟他合作過 然後 我沒有要那個 針對任何的意思 但是老實說以前很多導演 可能我年紀太小了 我會覺得他們好兇喔 其實我在表演的時候都會有點 用ㄍㄧㄥ的 幫手幫腳的 但是我覺得像 這次就是比二家的導演 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多很好的想法 可以提供給我 可是他又很溫柔 而且我發覺他很多的靈感 我猜要嘛其他功課做得很足 要嘛就是他現場是很多 就是即興發揮的 隨著我的情緒啊 隨著我哪個角度比較好看啊 隨著我的衣服穿什麼啊 哪一些擺動比較好看 感覺他就可以一直加很多 很感人然後又很美的元素 所以我覺得我十分幸運 很開心可以跟 這一輩的大導演合做到 很美的